- 今天就去了文武廟了,希望再跟全香港人求知,究竟第四波疫情會什麼時候結束呢? - 待會就會看到你的簽名了。 - 好,很妒忌的,很妒忌。 - 師傅,今天你準備了一些東西,我們好像還未很認真說過, - 那你進入廟,第一時間會做什麼呢?就是撞香吧。 - 不是先捐獻嗎? - 捐獻,你是要拿香才可以捐的。 - 或者是你的意思叫作,很多人都會進入廟後,馬上就... - 哦,因為我又不是的,文武廟通常是你自己進入錢的, - 所有也是的。 - 我是拿了一份香才進入錢的。 - 哦,OK,OK。 - 他不是一手交香,一手交錢的,他現在不接錢的嘛。 - 他不接錢的,所有廟都不會的。 - 所有廟都不會接錢的。 - 對了,所以我就拿了一份香,然後隨心就... - 都四十多元的,at least,這樣。 - 你只要給多,不要給少了,對不對? - 沒錯,沒錯,沒錯,沒錯。 - 這個都是,說真的都是公益來的。 - 沒錯,沒錯,沒錯。 - 好,一會兒會知道,究竟今天求求知簽, -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代表某些東西吧。 - 但也希望神明比較指引。 - 我們在年前也說過,是嗎? - 是。 - 開年時求求知簽,說到喉犬換金雞的那支簽, - 都還沒換啊。 - 不換的。 - 不換的。 - 但是說到秋天,我還記得,即使榮華好時節, - 都是沒得搞的,都會是這樣,是直落去到的。 - 好了,所以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 再求一支會不會特別一點,待會再看一看。 - 好了,今天會談談香的問題。 - 為什麼呢? - 今天師傅就說,不如說一下香吧。 - 可能大家都會覺得,有什麼好說的香, - 就一支這樣插吧。 - 我不知道想說多久。 - 真的嗎? - 我們每天都在這裡吃。 - 是呀。 - 第一個,不是那些眾生是我們享受的。 - 只是這樣聞嗎? - 真是,最慘的是那些工作人員的師兄, - 他們戴上口罩都頂不住的。 - 即是初上班那些更加頂不住, - 又流眼淚,又流鼻涕。 - 是呀。 - 有很多人都頂不住,就是為了辭職。 - 真的嗎? - 我們裝一兩分鐘都會覺得很醃眼, - 那些就離開了。 - 所以就一定要說,大哥,你們… - 我不可以找一些質地好一點的香來燒。 - 這個就要研究一下。 - 今晚師傅就帶了一些香的照片。 - 也有沉默的,當然先看了照片。 - 好的,我們會一邊說一下,其實有什麼香呢? - 這些有沒有什麼化學物質會影響? - 因為香又說會影響男性。 - 這是很多人都有的常識。 - 是呀。 - 我唯有大概分兩類。 - 一種就是戶外用。 - 一種就是戶內用。 - 你現在可以看到這些有紋身的香, - 即是越粗又大又長的那些, - 全部都是戶外用的。 - 戶外? - 即是台灣,譬如你們的巡廟, - 即是出巡的那些。 - 是呀。 - 你想想他們的那些紋身香, - 有一米那麼長的。 - 是呀。 - 是呀。 - 頂著。 - 這些香,他們一定要不要色。 - 是吧? - 挺不好意頭的。 - 所以一定是可言性很高的。 - 嗯。 - 因為要加一些可言性的物料進去, - 你想真一點。 - 是吧? - 一定有很大煙的。 - 是。 - 如果你出巡廟的時候, - 這些香沒有煙的, - 哪有威勢呢? - 是呀。 - 所以, - 變成了做鄉的人。 - 其實當初, - 其實回說一下, - 新一代的人, - 知不知道香港是為什麼的? - 因為鄉足過鄉。 - 是呀。 - 但可能你們讀歷史, - 大約之下。 - 以前我們香港真的出鄉了, - 現在香港一枝鄉都沒有, - 全部都是大陸過來的。 - 連台灣也是, - 只有三成是自己台灣時速。 - 是嗎? - 是呀。 - 很少而已, - 因為怎樣呢? - 便宜的。 - 這些香就是很有問題了, - 如果你在湖內裡吸收的話。 - 因為第一是大煙。 - 第二是因為可言性, - 它一定吹不懂, - 即是有一點水、下雨都不一定懂, - 加了一些化學物品, - 其中有一種是石灰。 - 所以它們的溫度很高, - 滴在手上, - 真是叫救命的。 - 所以我們幫客人上香, - 我們看到這些, - 哇, - 多大打斜。 - 其實這個也是很重要的一個常識。 - 我拿一支香出來, - 好。 - 示範一下。 - 其實我真的沒有什麼研究, - 你買幾十元, - 別人給你什麼, - 就想什麼香, - 是不是嗎? - 這些。 - 當然, - 無論它是什麼香都好, - 我們絕對不會走去垂直來駕駛的, - 傻嗎? - 一滴香下來, - 一定是向前, - 但是你要明白, - 向前就能燒到別人的頭髮, - 所以呢, - 你搶香的時候, - 一定要居高, - 第一,尊敬, - 第二,安全, - 第三, - 那些灰滴在別人的頭髮, - 只是唯有這樣吧, - 沒辦法, - 沒錯, - 沒辦法, - 這些煙靈向上走, - 又不會公真自一硬, - 最慘的是, 那些初入門拜神的, - 藤藤青, - 亂殺大坑, - 真是乳之香, - 這樣一堆, - 很可怕, - 所以, - 其實在廟裡, - 他們的守則其實不是很舊的, - 即是說, - 教導那些善信的守則不是很舊的, - 沒教過莊香的, - 真是沒有的, - 但是, - 又沒有什麼出事的, - 只不過是, - 撞到全身都是, - 或者是燒穿衣服, - 但這些香, - 講得明是戶外, - 當然是一定要居住, - 煙大, - 肯定那些公眼公鼻率很厲害, - 這些香就是放得明, - 所以呢, - 會燒得久一點, - 還有, - 耐心很多, - 沒什麼彈性的, - OK, - 我們待會有其他香, - 逐個拿出來聊聊, - 但師傅當然每次上來的時候, - 都會想看看, - 最近又有什麼, - 和靈異有關的, - 一些簽文, - 會出現到一些事件, - 當然簽文是更加的, - 但其實呢, - 很多人都會問, - 鬼是不是真的會吃香的? - 傳統會是, - 會問的, - 不知道的, - 還未死, - 不知道, - 死了還是知道, - 所以, - 每個人都認為, - 點香是不是馬上有鬼? - 是, - 這個問題記得, - 現在一會兒回答你們, - 好啊, - 所以, - 香的有很多常識, - 和香的有很多迷思都有的, - 好, - 那有什麼個案呢? - 最近, - 如果問簽的, - 就, - 不太好說的, - 說出來當然是個癮, - 但不是太好聽的, - 就是一定是癌症, - 我綜合了這麼多問病的病人, - 尤其是聽過節目的聽眾, - 就來找我, - 他們很聰明的, - 一定不出聲的, - 我就等你講講師傅, - 考你排名, - 我不是說一定, - 我不怕, - 我其實也很怕, - 我怕對方不出聲, - 但我一看到你們的神情, - 已經知道, - 慘了, - 考試來了, - 第二就是, - 我真的發自那支簽的本性, - 因為很多人都會這樣問, - 拿著一支簽來, - 如果是有健康問題的話, - 要不就問自身, - 要不就問健康, - 是 - 你一看見自身, - 如果是好簽的話, - 通常都可以的, - 就是說自身, - 但是如果, - 其實很奇怪, - 有病的人走來問自身的話, - 即使你是就這樣看自身, - 都傾向了令我說到他的健康, - 而且不怕說是百發百中, - 因為是簽的問題, - 那個健康是因為零病, - 還是什麼? - 零病, - 都是零病的, - 即是家裏有東西, - 而令到他有病, - 這件事可以稍後再說, - 當然, - 一定是自己本身有個門口, - 破了, - 遭到這些病, - 第二, - 一定是環境, - 所以有很多因素, - 再者, - 譬如你說問健康的簽, - 如果一看見那些陰字, - 我們都說過, - 有幾個簽是特別的危險, - 和靈異有關的, - 所謂癌症的病, - 聽眾也好, - 即是他們過來問簽的時候, - 很容易, - 找到一些有個陰字, - 怪字, - 或者是很多水的字的簽, - 當然, - 說不到一支簽, - 沒什麼必要, - 但我差不多統計了出來, - 如果有幾個問癌症的人, - 當然, - 要不然你驗到有癌症, - 也挺不好的, - 因為驗到癌症也挺奇怪的, - 無論是托家人來好, - 或者是一些自己都走到來的客人, - 他們的簽都會反映到這件事, - 整個港來港都是這件事, - 不如這樣吧, - 立即看看我今天去求簽的時候, - 究竟這支簽有沒有出現什麼水、 - 水、陰等, - 衍生出來第四波的疫情, - 究竟文武二帝的指示是什麼呢? - 好,看看吧 - 疫情繼續嚴峻, - 第四波還是過百, - 大家都很擔心, - 究竟情況會惡化下去, - 還是會有所改善呢? - 趁著今天何師傅在現場的說話, - 不如馬上來文武尚求資簽, - 看看文武二帝有著什麼指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九十九签 上上签喔 上上签喔 好 就等師傅解解 我記得師傅說過 求上上签或下下签 不要只是覺得上上下下等於好的 因為要看內容的 先看看內容 先看一看之前 究竟實際上的內容 師傅不要解釋 給大家自己想像的空間 有沒有些水 挺有趣的 有沒有些什麼 陰的東西 自己看一看 待會再解法 如果叫聽眾打上來 你的見解是怎樣 也挺有趣的 不要只有何雁靈 自己說 因為我估計 今天有你們的同事 認得我 他們說 你們求自己還是求香港 我求香港的 他說 我偷看了 好東西喔 他這樣說 他說好東西喔 他上上上签 那是不是真的好東西呢 一會兒師傅就解解了 好嗎 我們馬上拿一支99籤出來 跟大家研究一下 師傅 上上签 表面 好 來了 好了 百 即是第一個次座已經是百 百你是 然後頭 這個頭字 可以 你有幾個解法 第一件事 就是 通常是扔出去 或者走出去 就不再回來 所以叫做 所謂投降 投靠 這些字 都在說 投降 對 投降 對 投降 對 投降 當然這是一個名字 但我們的看法 有時都會照字讀字 照字去想 這個百你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範圍很大 受感染的空間 可以是很大的 真的有很多水字 水雲香 水和雲都是一樣東西 然後是冷淡 是冷的水字邊 尤其是這段時間 冬天 冷淡 長 滋味 還有一些 家人 七不七又見不到面 只有兩個人 是不是 都很冷淡 都瞄寫了那個環境 吃不到飯 對 市面 所以 遭遇水雲香 這是阻滯的意思 再是水雲香 始終疫情仍然困著 但是為什麼仍然是上上籤 通常我們理解上上籤 就是先空後吉 但是空力究竟有多大 然後才看到曙光 那就要看人的自己做法 即是不跳那麼多 沒有什麼事 所以他第一個字 已經說貴人 你們自己禮而已 所以 當然現在第三季開始 王國開始嚴顧客 即是已經可以吃了 開了 可以 即是慢慢變好 但是這個問題是多長呢 他沒有交代 沒有交代 不會告訴你 記得一個月多少 這支籤就說不到了 但是我們相信 王國這個字 那個王就是代表 咦 沒有了 看完了 最清楚的部分 那就停了 不過 真的不好意思 這只是每晚恐怖在線的精華片段 如果你都想看完的話 就非常簡單 可以參與我們 月費計劃 可以上去 admonpoint.com bigbigair.com 裡面參與這個月費計劃 聲音就是30元 視像是40元 如果加上用APP 就是50元 好 至於說我不想參加月費 想給Cons看片集 買片集 都是可以的 訂閱我們bigbigair的手機APP 說話 你可以釋除專片 喜歡哪一集就買Cons看 所以希望 你快點成為我的付費務員 你會看得最多最恐怖的個案